我好像可以出一些以前出不到的裝備 破綻加了跑速以後 LIF直接果斷交出了自己的閃線 因為再被平A再閃線的話 HUNI可能會跟閃再打一個Q跟普攻 那可能會在塔前收到擊殺 但也吃了LIF的一點傷害 但看起來破綻的回險能力還是把他拉起來 中路這邊直接爆發一波 西梅葉說是被MASINGQ1Q2打了一波傷害以後 在看著MASING對眼逃跑 並沒有走程度的幻線 哇 剩下最後一刀 這一刀剛好是暴擊 也有一個W直接正面正中紅心 一個西洋劍 哇 把LIF的石頭人給戳碎了 後邊壓低的西梅葉說的血量 KASA走上來 但是有大量的遠程小兵擋住他跟他的位置 而且這邊MASING嘗試一個Q1Q2 哇 直接隔著巨蝟鳥去 飛了非常遠的距離 一個大腳一踢 直接把西梅葉說給踢倒了 剛剛剩下一滴血 補上了一個硬技能 拿到人頭以後瞬間閃現出去 KASA來不及跟上 把MASING留在雙塔中間 不過西梅是四級死掉 有大量的小兵在塔前 我們來看一下下路的這一波碰撞 PASA的綁綁在哪呢 最後是由KASING的燈籠往回救回了 剛剛在人群中的RECKLESS 因為BB這邊的血量 其實應該是因為上前先BATE的時候 已經吃到了很多的傷害 MASING又是一個從小兵裡面衝出來的 突然 我直接把MASING給抵走 但是MASING快速的再往回 頂了一個普攻 拿到了BB的人頭 哇塞 這個從草叢裡面飛出來的 MASING的這個理性怎麼這麼不科學啊 塔了一下路幫忙包夾 所以我覺得這個大夫還是有一定的風險 他們還是選擇擦眼硬帶 HUNY是在塔下的DIVE 這邊是看到OLE跟BB被追擊 OLE先往塔側 他自己還有大絕 應該可以拖延一點時間 大絕開得好像有一點晚了 對 大絕開得非常好 剛剛應該是先中到了一個死亡宣告 所以大絕開的時候應該只剩200滴血 哇 BB也是在塔前 直接被HUNY給剁歪以後 再拉鬼影燈籠 HUNY順利的逃脫 KASA趕來已經看到下路的兩個人死亡了 他們在打的內容是不是真的是熟悉啊 還是溝通上面出了什麼很嚴重的問題嗎 我覺得有很多個致命的失誤 才會打出來要主動做一些 喔 這邊拉到了一個金牌以後 KASA選擇閃榜 這邊硬冠楷 有沒有機會拿到人頭 拿到了 但是西門夜說身上被套了一個點燃 還有火人的被動傷害 看起來差一點點就要被燒死 好險西門夜說最後應該是鎖血成功喔 這邊救火 救火班把這個火給撲滅了 誒 一個招到自己 但是 喔 這邊KASA走過來正面的遇到Amazing 但他並沒有被踢到 西門夜說閃現上來的一張是紅牌 所以 讓Amazing有機會閃現拉開位置 喔 這邊是KASA非常帥氣的利用自己的認識飛越 拖遠一點時間 讓西門夜說拿到了回生想要一換一的Amazing的人頭 這邊總算是抓到了這個Amazing 好險KASA這邊上吊的速度是快了一點的 不愧是這個Man上吊的選手 所以我覺得1技能掌握得非常得到耶 那上路這邊的對決 10等打9等 又是一個滑步 砍掉一個破綻 血量上面利福完全占不到任何的機會 哇 沒有太多的時間去發育自己 喔 這邊想要抓飛歐拉 直接硬抓 乌尼繳了一個閃現被金牌給暈住以後 利福直接跟上一個大絕 乌尼選擇回生冠 但是市里的血量已經太低了 這波的抓人有成功 但Amazing也偷偷的一個人把小龍給Solo掉 但是這邊 有一個壓力 所以導致說他可能每一次的分推 不敢推的那麼深 喔 但是KASA走過來 是位置已經被抓到了呢 喔 乌尼這邊選擇直接跟利福對打 兩邊的打野都到了 乌尼直接被裝備起來 但KASA的傷害似乎沒有灌除 反而是利福這邊的破綻又被砍完了 好險利福的傷害已經轉好了 順利拿到一顆人頭 但是 哇 可惜 KASA這邊落地以後 被Amazing精準的瞄準了一個QI以後 正經百里還帶著他 離開了危險的LMS區域 拿到了這顆人頭以後 看到KASIN拉著弗洛根衝過來 這邊應該是要來瞄準 威斯多爾跟利福這邊一個閃光 過到了殘險的利福 西門也說閃現反而讓後方的利福受到了攻擊 但是這邊西門如果被勾到的話 他也一定是走不掉 那小龍現在是落後兩條小龍的話 整體來說還算OK KASA這邊想要過來看 Hobab直接被Amazing給踢到 但是BB這個載狗是大絕傷害下的非常的不錯 李星只剩下最後一滴血 但KASA向前 反而是一個蜘蛛撲到了對方的隊員面 利福這邊跟上了一個大絕 但是被佛根的閃電給閃掉以後 想要閃現把這個人頭給換到 卻被對方給留住 回頭被佛根給控制住以後 Reckless乘量的傷害直接把石頭人給擊殺 對方這個 經濟領先很高 對這個每一個分推的點都很強 所以對方如果直接來聚集的話 你在塔前的時候幾乎 哇利福這邊又是被留住 要直接被 被佛根的這個火人燒成的碎兵 這句話雖然聽起來有點奇怪 但畫面就是這樣的 完全是被火人的紅棒黏住緩速以後 再次一個火箭烙印被暈在原地 利福這邊倒下了 已經要開啟巴龍 這邊先打一波 OLE的W雖然控制到了很多人 但BB這邊也被控制住 大絕放的有一點晚 而且沒有辦法唱完 就直接被Hoodie給剁掉 只剩下KASA一個人 哇瑞克斯進來是收掉了 大絕已經結束了 OLE KASA想要硬翻人頭 也毀了蜘蛛型態一個神經毒素順利的毒死 但是這個是沒有任何效果的一個擊殺 因為他只殺掉了一個ADC 對方還有四個人 OLE KASA沒有辦法先陣地的把視野給搶回來 這個位置如果沒有視野 BB的大絕唱完的話 這一波還很難說 OLE KAS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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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一個金牌抽在手上 有紅BUFF黏住 金牌有沒有辦法離手 西梅葉索向前跑啊 這個金牌暈到了 他就炒走裡面沒有任何的視野 萬能牌刷到 MH已經找了一個閃線 想要遁眼 他成功了逃到了巴龍池 SUNY這邊要挑戰一打四的 有MH的機會嗎 看起來他也是知道這一波 還沒有這麼狂 對 還沒有這麼狂 然後再趕快結束做過程 這邊在搶了BUFF 西梅葉索順利的拿到了 SUNY剛剛架起了多轉之力 Oh PB這邊直接開大以後 感覺要硬打了嗎 OLE進前 直接被逼掉了半條血以後 開大 但是這是一個真實傷害 OLE後續的進場 感覺是有點跟隊友脫節了 對 這邊抓到 這邊有機會來抓到嗎 LINK5是先利用自己的Q跟R 緩住了HUDY HUDY回身的W 並沒有留住 西梅葉索 金牌來不及 因為剛剛HUDY架起了頭轉之力 HUDY這邊看起來是還有閃線 可以閃過牆的 但OLE一個頂 把他頂鈴的牆開 HUDY不能離開 Amazing 這邊也是沒有辦法機會來COVER 那現在 這邊直接TP他來報仇了 他要來報仇了 他瞄準的是西梅葉索 聽說你是LMS的當家中路選手 哇但是 雖然西梅葉索利用一個閃線的JUKE 拉個非常遠的位置 但Amazing的 這個胡椒龍椅已經先掛上了一個印記 所以這是完全逃不過 Amazing的Q2的範圍 Amazing這場底線真的是 表現得非常久 我們去上方 你這個位置有點危險 但是這波是要直接包夾一個大絕 Reckless直接閃現離開了BB的傷害 但是佛根沒有殘現 此前把一個大絕炸出來 OLE剩下一滴血 Reckless往前滾動 沒有選擇瞄準 OLE是選擇擊殺Casa Casa這邊閃現出去以後 應該還是被 整個Reckless同胖給打死 但是 LMS的主堡已經被 主堡上來已經爆了一座 NEO座也要爆了 感覺是來不及防守了 隨便送出來了 BB守護家園 LIV也要來守護家園 但是每個人都在瞄準主堡 主堡剩下半條血 這邊還是要把BB回體 Amazing 帶一個大絕 LIV這邊被套了虛弱 沒有任何的傷害 心門也要衝出來 他已經增加最後的 一點點血量了 看起來是來不及守住的帽子 只要還想要來殺人 因為這只是一個冰星賽 但最後彈到無敵死千 選擇再一個 西洋艦陣重主堡 主堡已經被摧毀了 我們只好恭喜 EU LTS 拿下了這一場 對上LMS區域的一個對戰 為寒冰分 為寒冰隊再添100分的幾分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 好 出界 我真的有難關 我會不會 細心 我會不會 最快 這就是 我們